汉化太厉害了 这位各位 真的太厉害了 买了多少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 只要跟历史有关的书籍 我家里整个书房装满了 你能听懂意思没有 我就在寻找我们中华民族 这个民族特色里面 汉化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来的 我就开始去寻找 看上万本书籍 为了学历史 我跑到武汉大学历史系 我跑到那个陕西 那个历史博物馆 让博物馆馆长给我讲 到陕西 让他们给我讲大新帝国 然后到这个武汉 让他们给我 让他们给我讲出国的历史 出国八百年 让他们给我讲 那个意思是吧 我的时间很有限 我还要讲课 行程排的很满 两天两夜不睡觉 54岁老头跟我熬了两个通宵 那两天两夜 如果你是打开会眼的 你能看到哪是他在讲课啊 是我在拼命地吸老头啊 就全都吸完了知道吧 吸完以后讲给你们 在座各位 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 我特别喜欢看书 但是呢 我又懒得看书 而且看书还花时间花钱 我就是给你们打工的 多便宜 多值 你们讲的我都想抱一个了 背完课以后 我又轻松了 我又没事干了 我这个人就是 我不能让自己闲着 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吗 如果我不讲课 我在家里天天看电视剧 天天去玩看电影 我就会觉得周文强 你是不是腾肺了 你是不是最近有点飘 你是不是最近不太落地 你是不是膨胀了 我就马上不行 我不能这样 我不能腾肺 我得改变 我就逼自己你知道吗 再说各位 我就是逼自己啊 逼自己成长啊 我只要一开课 我一定要让满意度 满意度超高 我再开个课 规律 就这么逼自己 你知道吗 你知道周老师 怎么成长到今天了吗 逼自己 逼自己进步啊 我今年的我一定要比去年的我 高无数个维持 就逼自己不停地开新课 不停地开新课 不停地开新课 逼自己 如果你有我这么好学的 早成功了吧 知道白娘子到最后的下场 是什么吗 不修炼 就被压到他底了 上完才到不想学的 还觉得自己得了便宜的 你就是那条苦命的白蛇 都被老大震到他底了 你还不修炼 你看到没有 你牛逼啥牛逼 还说我傻 到底是谁傻 啊 在座各位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啊 真的是这样的 要提升啊 要进步啊 讲到这很多人学生就问了 老师 啥时候是个头 没有头 人生就是一场修炼 就是要不停地提升 不停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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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只要你停止了 你说我停止了 不学习了 你马上落伍 今天这个社会 如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为什么要停止 活到老 学到老 周老师带着你一起往上飞 不好吗 咋非要停止来 对还是不对 还记得那首 左手指约吗 某事在云上 某事在林间 一手黏着花 一手舞着剑 一手扶着琴 哎 要不要那种感觉 周老师上场曲 就扶琴一首 能听懂吗 这感觉怎么样 咱走哪 讲哪 每人坐一台吉普车 我们追逐动物 十四天十四夜 我们在哪里讲课 哎 这个地方是非洲 肯尼亚大草原物 他问我有没有老虎 你看你就知道 这不学习有多可怕 只有狮子 没有老虎 谢谢 老虎在山上 非洲 哥 非洲 老虎没有 脚马 狮子 大象 狼 柴狗 全都是 我们有一次讲课 来了五只豹子 我说不要着急 周老师有身攻护体 那个豹子是吃谁 知道不 他专门吃那些不开悟的人 越害怕越吃你 越不害怕越不吃你 都给我坐住 生意何欢死意何谷 怕生怕 当生则生 当死则死 长田啊 大地啊 那一次课是我们学生听的最认真的一次 我就吓唬他们 只要一走神 那豹子就扑过来了 每个人去都是签了生死协议的呀 被豹子叼走 我们可不负责呀 在座各位 然后我们那个开课那个酒店 非洲那个酒店 太美了 联合国开会酒店 咱中国所有国家领导人全去过 旁边就是一条河 全是河马 半夜千万不能出去 河马吃人啊 真吃人 我们就在河马边上开课 无数个猴子过来听我们讲课 孙悟空 悟空还没交钱 乘客来了 哇 那可美了 把那个全部放一下 把整个游学的照片 全部给大家过一遍 我们去普陀山 在法语寺 在观音菩萨的这个道场 给大家讲 哎呀 那感觉怎么样 我们去九华山 地藏王菩萨的道场 哎 怎么样 这感觉 对吧 走哪就走哪就讲哪 我们在海边讲 在这个山上 这个看到一个凉亭 哎 这美 在凉亭上讲 然后这个走着走着 看到草坪漂亮 在草坪上讲 这是我们 这是我们这一次的 在雪地里讲课 什么感觉 冰天雪地里 讲课什么感觉 然后最关键的是 在极光下讲 北极光 哇 美得一塌糊涂 边走边讲 这太美了 跟着周老师一起走一走 喜马拉雅山 在喜马拉雅山上讲 那感觉 在温哥华 我们在别墅 我们租了个别墅 在别墅里给大家讲 泡着温泉零下40度 看着雪山 喝着红酒 这是一种境界 这是一种享受 坐着直升飞机 看尼亚加大铺步 飞机上给大家讲 坐热气球 在天空上给大家讲 这感觉怎么样 这才享受人生啊 你们知道吗 就是各位 我们在那个 就是泡温泉那个地方 那个班辅小镇 一出门就马上 冻成冰冰茶 你们听懂意思没有 然后这个 有一次 那个酒店停电了 然后就问那些 那个常年住的 酒店的那个住客 全国富豪 全球富豪 你这生活 有没有对你影响 有影响 什么影响 唯一的影响 就是不能泡温泉 看雪山了 就是在他们看来 享受人生 是人生当中 最重要的事情 他们是在生活的维持 你们能听懂 我在说什么吗 我们是在生存的维持 我说过 生存 生活 再往上走 才是生命 为什么那些 今天现在很多 开悟的全是一些西方人 因为他在生活的维持 他们生活 离生命很近啊 是挨着的 而我们都还在 生存挣扎 我们怎么能够 开悟觉醒啊 泡着温泉 看着雪山 那真的是一种 人生享受 太美了 跟雪山临在一下 跟北极光临在一下 把我们那个 北极光那个照片 我们去讲讲课那个 北极光 规律的那张 那太美了 要出去走走 没有观世界 何来世界观啊 没有观人生 何来人生观啊 你是哪里人啊 地球人 地球是你家 你说你当一个地球人 你连你家都没看过 你还好意思说 你是地球人吗 我们去年 带大家去非洲 今年带大家去美洲 明年带大家去澳洲 我们用了五年时间 把地球跑完了嘛 明年带大家去南极洲 南美洲 北极洲 我们明年准备在南极开课 就坐在冰山上 然后让那个企鹅都当助教 站岗了 哎 行不行 明年去新西兰 明年去新西兰 新西兰黄金海岸 那个沙子像黄金一样 太漂亮了 而且全球最刺激的项目 全在新西兰 跳伞 跳伞 刷 做滑翔伞 蹦极 刷 下来 哎 要不要跟周老师一起去啊 人活着不应该只为了工作 不应该只为了赚钱 应该走出去看一看 没有观世界 何来世界观 没有观人生 何来人生观 让周子老师带着你一起 走出中国 走出亚洲 走向世界 我们一起来寻找 生命的终极规律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活出来 最高版本的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睁开眼睛 用心地看看这个世界 到底有多美 你们看有感觉吗 你们抱个旅行团 出去转一转 跟周子老师转一转 你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去哪里不重要 跟谁去很重要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真的希望未来有一天 我们能够一起周游列国 周子带着你 真真正正的周游列国 那可不是说孔子 带着弟子周游列国 那周游啥 从河南周游到河北 我带着你们是从亚洲 周游到欧洲 欧洲周游到美洲 明年周游到澳洲 后年咱去非洲 大后年咱去南极洲 最后直接去北极 行不行 这感觉行不行 所以周老师免费 做你一生的导游 一生一世 我们一起走一辈子携手 多美啊 是还是不是 放一下我们所有课程的背景 我还是那句话 上完财商之道 你会发现财道只是个 精彩电影的一个预告片而已 进入我们财商之道背景幕部 财商之道的开课背景幕部 如果有一天 你能看到这个背景墙 你会进入另外一个世界 你真的会发现 哇 真的不一样 品牌课跟公开课 真的不一样 未来有一天 你如果能够走到这里 你会感觉到 哇 这课太好了 然后再经营之道 未来有一天 如果你再有机会 走进我们的经营之道 真的是感觉到俯瞰商业 俯瞰地球的视角 那假设再有机会 走进我们的演说之道 整个宇宙 全部在你的手上 你可以通过 你可以通过演说 把整个宇宙 所有的资源 全部为你所用 那假设有机会 就当你们有幸走进 以这个 你们如果上完财道的课 你觉得周老师好厉害 好牛逼 我只能告诉你 你真的看敌我了 在财道上 我给你们讲的东西 在我来讲 那就是毛皮 不对 皮毛 就花拳绣腿 未来有机会 走进我们的规律 你会发现 真的 钱真是个好东西 一分价钱 一分货 真的是 买一身 一百块钱的西服 也可以穿 买一身 一万块钱的西服 也可以穿 不一样 真不一样 它贵 它一定有贵的道理